HELLO 大家好我是貝荷豬 這次來到愛情Q&A啦 以下是滴先生的來信 舒哥你好 我想匿名提問 我的女友被他的男同事叫寶貝老婆等等詞彙 女友也有和他表明不能叫這些暱稱 女友沒有叫他回去那些暱稱 是用敷衍或一個貼圖帶過 對方知道我女友有男友的情況下 也是繼續講些撩我女友的話 又和我女友說想他想到睡不著 還幫我女友去疊字暱稱 說要把他變成他老婆等等的話 我看完那些對話是直接叫女友封鎖他 女友說因為是同事 避免之後工作尷尬 還是不封鎖對方 只能用敷衍等等帶過男同事傳的 我最後也是尊重他的選擇 但我看了那些話還是心裡不平衡 請問我該怎麼辦 是該繼續放著不管 還是質疑讓女友封鎖男同事 我和女友是南北的遠距離 之後無法觀察後續情況 而且他們在職場上 男同事之後也還是會繼續那樣對我女友 沒安全感主要不是怕女友動搖 是怕因為遠距離的關係 男同事不管做什麼都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 而且我也沒辦法控制男同事 離我女友遠點 如果今天是書哥的話 會怎麼處理這件事 看完喜歡這部片的朋友 都可以按讚留言喔 鷹先生很感謝你的來信 首先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遠距離 本身就很難經營 那你遠距離是多久見一次面 其實我不曉得 也許半年一年見一次 那其實這樣的遠距離互動 本身就是很難讓關係 緊密維持一定的熱度 親密度 當然有人也許做得到 但就我的經驗判斷很難啦 就不要把特例當作常態 這就好像你走路撿到一千塊後 你總不會每天就在路上當Q卡的吧 另外一個點 你說你因為遠距離不在你控制範圍 老實說 就算你們住一起每天見 你也不能去管對方和控制對方 但可以打對方 電話跟他說 自己遇到這樣的狀況是不開心的 訴說感受不代表你要控制對方 你只是講而已 當你想要用控制的手段 或是限制自己的對象行為 你這樣的做法 本身就是在傷害你們的感情 而且是你女友給你看他的訊息嗎 還是你偷偷看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假如你一直都是用這樣控制的手段去相處 持續下去 就算現在這樣這個 一直跟他叫寶貝的男人沒追到他 有一天你這個女友 也許也會跟你分手 因為從你短短的故事看起來 你女友跟你相處壓力應該不小 你女友已經跟你說了 他們是同事 他沒辦法直接封鎖 也沒回曖昧的話敷衍帶過 那你一直去因為這件事情 去跟女友吵的話 只會顯得你到底在怕三小 你也不能拿球棒去他公司賭那個男的 教他打棒球 他當球吧 老實說不管是在一起或是追求中 沒安全感是你自己要處理的情緒問題 而不是拿來叫對方要給你安全感 又不會是 寶貝你不能太晚回家 為什麼 因為我沒安全感 寶貝你不能有異性朋友 為什麼 因為我沒安全感 寶貝你不 我們分手吧 我每天聽你靠朋友就飽了 真的不能接受這樣的相處模式 其實那就分手 不用講那麼多 第一個 你遠距離本來就不好經營 你又要給對方這種壓力 對方是個成人了 他有他的應對進退的方式 這些遇到蒼蠅要去婉拒對方的事情 其實不需要你來教 他一定有能力去拒絕吧 你的對象足夠好 他怎麼可能不會有別的追求者 而且老實說 假如女生要劈腿 你怎麼防都防不了啦 感情不可能用控制限制對方來經營感情 而是因為雙方用心經營 尊重對方的決定 也去了解自己的想法 也許你會心理不平衡 但實際上 你女友沒跟他去約會打砲啊 只有親親而已啊 親親好像也蠻過分的 沒有親親啦 還是你要他離職 就因為你的不安全感 那至於是你說我的話會怎麼做呢 我個人的做法 首先我不會去看任何一任女友手機 所以我應該不會知道這些訊息啦 但假如我知道了 我會想知道我女友的想法 他打算怎麼處理 他假如就是用說 用貼圖回應就好 那就尊重對方這樣做 繼續過生活在一起就好 因為我根本不覺得 一直傳這樣訊息的對象有什麼好怕的 他呈現的就是一個耳男而已 假如最後女友跟這樣的耳男在一起 想一下其實也蠻好笑的 這樣低端的方式也能追到 但另外一個點 就是自己在感情上經營有問題 才會連這種咖銷 都能把自己女友拔走 因為實際上感情經營是經營好的 第三者根本沒機會拔走 那當然假如自己女友是害怕 不知道怎麼處理這種事情 而且是想攤開來處理的 那我就會出面去處理 那當然也不會是恐嚇 但就是剛剛好跟那男的聊一下 但你的故事 你女友決定這樣做 我個人就會讓他自己處理 我們實際上能做到的控制 就是自己的言行行為 而女友跟你交往不代表他是你的 他有自己的個人意志 尊重對方的決定 他也可以選擇跟這樣噁心的人去約會 去打炮 甚至拍影片給你看 這時候你問我 我怎麼樣可以讓女友 不要跟他耳男打炮 他都這樣做了 那就分手啊 而不是還在想著 我要怎麼限制控制對方 其實要避免女友劈腿之類的行為 最好的做法是讓感情經營變好 同時間不丟失自己的原則框架的去相處 但你卡一個點你是遠距離 你很難讓感情經營的多好 要不然就不要遠距離嘛 我覺得感情其實很簡單 真的相處的不開心不爽 那就分手 一點都不需要委屈啊 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啊我就愛他 那就繼續在一起啊 因為你不爽的點 當然很多男生會不爽 甚至有些男人會去打那個耳男 但老實說 假如每一個男的知道他有男友 去追他吸引他 你每個都要去處理 這樣你不累嗎 你不用工作 不用去發展興趣去過生活 每天要去煩惱又有誰在追他了 你又要去處理就對了 你這樣最後 真的跟男生在一起怎麼辦 當一個對象願意跟自己在一起 那其實就代表他認同自己 所以交往啊 不然交往講的那些承諾 是講辛酸的嗎 當你交往越久 經營是好的 互動是開心的 那些回應連結 都會成為阻礙其他人 拔走你女友的城牆 但相反的 你女友很容易被拔走 那一個是你看人不準 你女友本身就是容易跟人走 那這就是你交往前篩選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你感情經營有出狀況 沒好好解決 又持續給壓力 目前看起來有點偏向後者 但你還沒被劈腿啦 只是你持續這樣 想要控制限制對方 那被分手甚至劈腿機率 我只能說會越來越高 因為你遠距離 你又很難持續拉伸彼此的親密度 因為遠距離至少要能維持 最基本的就是要信任對方 而對方也已經表示了 他想這樣做 但你還是很往心裡去 甚至想要堅持要對方封鎖那男的 你不覺得這樣很有壓力嗎 就因為你的不安全感 那會不會女生就會出現一個想法 老娘我單身就不用被管這些 交個男友平常也不會見面 在那邊管東管西 是在管三小 我封鎖這同事 那我之後被同事害怎麼辦 甚至另外一種可能 也許那男的講話這麼噁 但他比你帥 比你高 比你有錢 又比你會說話 而你又自爆心言論狂丟 瘋狂加成對方的印象值 雖然你講話很噁心 但至少你不會像 我男友一樣那麼煩 直接扣自己寫 幫對方補寫 我講那麼多了 你應該會有點頭緒 知道要怎麼做了吧 簡單來說就是 要自己女友伴侶 不劈腿不跟人走 重點在於平常的相處經營關係 好的互動連結開心的回憶 都會是拒絕第三者去追求的城牆 沒安全感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得處理好這些情緒 而不是用來綁架對方 要對方照你的話走 不要想要去控制限制對方 信任對方能自己處理好 那些蒼蠅打擾 與其去思考女友什麼時候會跟人跑 不如去想著 原本跟女友經營開心的互動 怎麼樣去複製出 原本開心的互動狀態 並且持續下去 你有遇過女友被煩嗎 你會怎麼做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唷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 你認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訂閱 不要亂看小鈴鐺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